南投县113年度社区评鉴正式开跑 全县共有27个社区参加 县府评鉴小组日前来到云南社区 社区长者和孩子也准备精彩的表演迎接评鉴委员的到来 充分展现社区热情及活力 今天也是卯足全力 所有的老幼都在出面 都已经出面了 到小庭 希望我们的云南社区有这个机会 拿到很好的成绩 这是我的希望和丘头 县议员宋怀林肯定云南社区在照顾老人和小孩方面 还有自主防灾工作也做得非常好 盼能在这次评鉴庄获得佳基 所以我觉得云南社区 他除了平常对照顾老人非常的用心以外 他也特地跟我们的台湾梦来做了一个连结 照顾我们云南社区的这些小孩子 除了这个小孩子以外 他们也因为这边旁边就是猫螺西 旁边容易有这个淹水的状况 所以他们的自主防灾工作也做得很好 他们是说自己的事情 自己来做 自己的家乡自己来雇 所以这边自主防灾 也得到我们的水律署多次的奖励 所以今天的同志卓越 我们也希望云南社区能够获得佳基 现议员林亦如表示 希望这次评鉴成绩 云南社区可以获得很好的成绩 也非常感谢云南社区的每一位干部和志工 对社区的服务和付出 今天很欢迎看到我们的云南社区 可以来参加到我们的金子组的卓越奖 这可以说是相当的不简单 比方是看到我们云南社区 在我们蔡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带到我们所有的干部 来服务到我们这些事业 也带到我们这些小孩子 来生动 每次来参加他们的活动 总是生动感到感动的感动 是因为看到阿公阿嬷 带到我们的小孩子来跟广东 做个活动也好 还是我们的小孩子来对着爸爸妈妈 来做个社区活动 我觉得这是对着我们地方文化 和我们地方感情最好的团形 县议员林如阳表示 云南社区是南投县的指标社区 社区发展的工作和经营都非常的成熟 今年也将争取全国同职卓越社区评选 希望可以获得肯定 那我们在南投县 其实非常多的地方的社区 都做得非常好 但是我们云南社区 更是我们南投县其中一个翘楚 那这些长辈不仅平常 白天在这边来互相学习 那其实诸如中午的共餐 附近的社区的营造 美化 还有甚至有防灾的 防灾团的这个功能 那这并且结合了我们在地的学校 那做这个台湾梦的计划 让很多的孩子 跟社区一起的成长 那所以我想在云南社区 确实是我们南投县 做得非常优秀 非常好的一个社区 以南社区在111年入选全国卓越社区 今年将近一步争取同志卓越奖 也希望借着评鉴吸收评审委员的建议 让社区越来越进步 记者庄怡婷南投市采访报道